科學改善生活文化提升內涵 位於龍江中深城的深圳洪立坊 是一個知識的遊樂園 洪立坊以三館一成而聞名 由空中虎嵌四座紅色建築物拔地而起 就好像一串紅寶石頸鏈 匯合了公共藝術與城市規劃館、清少年工、科技館和深圳書城 深圳洪立坊總建築面積有59,000平方米 首先見到的是深圳書城龍江城 總建築面積大約有35,000平方米 是深圳第五座大型綜合性的智慧書城 書城一共有七層空間 其中在地上對上四至五層是書店 不值排列的書架就好像看不到盡頭 圖書分類也很清晰 書店有很多個閱讀區 找到好書之後 可以坐在地上或者坐在椅上看書 左邊還有一個樓梯式的閱讀空間 有不少書迷在這裡 享受低頭看書抬頭望書海的另類體驗 龍江區科技館建築面積有1萬平方米 由B一層向上分別是環宇之夢、生命之迷、科創之路、工業之興、科學之機、五大展區 整個科技館展出了三百多個項目 互動類的展覽項目佔了八成 參觀龍江區科技館 需要在微信深圳洪立方公眾號預約 在環宇之夢展區裡面 夢幻深邃的藍色星空天花 摧殘星光閃射 熟悉的太陽是星球家族、航天火箭、微縮的空間站等等的裝置 令人好視自身浩瀚的宇宙之中 這裡還有很多個天文學理論展示的裝置 可以互動在開啟探索宇宙的旅程 在科技館二樓的Idea樂園 是整座紅立方最熱門的區 這裡是一座預約制的免費兒童樂園 樂園包括有歡樂航海、創意都市等五個區 望向整個二樓空間 可以看到小朋友玩滑梯砌職務 或者在叢林裡面探索充滿著歡樂的氣氛 科技館三樓分為科創之路和生命之迷兩個展區 波創之路展示了現代機械人和新能源的發展 有多個互動機械人和各種新能源科學裝置 在另一邊的生命之迷展區 兩邊長身展示了人類和物種進化的過程 中心展區就展示出人體構組 有人看各個系統運作過程的裝置 四樓的工業之興和科學之機展區 分為電磁樂園、力學世界等等的板塊 工業之興展示了工業革命的歷程 力學世界有多種力學互動裝置 電磁樂園就有很多物理現象的展示裝置 跳舞的瓷粉、操作裝置之後 玻璃櫃裡面的瓷粉會隨著音樂節奏跳動 可觸摸的閃電 按下個制中心的球體 會向四周圍發射藍色的閃電光束 另外還有傾斜的屋仔、巨型鋼琴等等設備 都可以在互動中探索科學的樂趣 遊覽紅立方展館之後 可以到附近的龍城廣場 欣賞雲偉的九龍雕塑 和在萬購你商場找東西吃 為這趟旅程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